现在来到新义乡罗纳村 就会看见家家户户 已经开始进行圣诞装饰 让人提前感受到圣诞节的欢乐气氛 每年圣诞节平安夜 罗纳村就会圣诞举办平安夜活动 甚至也成为每年吸引许多游客 慕名前来参与的节庆活动 为的就是要感受罗纳村浓浓的圣诞节气氛 今年雷夜 所以很多的游客都知道说我们罗纳 每年的圣诞节都会很热闹 然后路边家家户户都挂满了一些灯饰 非常的漂亮 所以更加的吸引了很多的游客过来 我们是比较喜欢他们 原住民部落的那种感觉 那种氛围 然后他们蛮有亲和力的 就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家那种感觉 由于罗纳村每年圣诞节活动 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型活动 每年平安夜 前来的游客几乎可以用 几抱罗纳村街道来形容 不过再怎么热闹也只有一天 因此新义乡公司有今年就首度 尝试提前一周开始 举办高山电影派对来试水温 提早为罗纳圣诞节活动揭开序曲 所以以往都是只有一天 12月24号办理 但是我一直都说应该要把时间拉长 所以我们考虑到在前一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六的这个时间点 就办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创新的 这种一个电影音乐派对 16号的电影派对 从下午延续到晚上 白天先以原住民乐舞暖场 晚上则是进行让人热血沸腾的电影派对 再加上罗纳村冬季入夜后 总是经常起雾 无意间也增添部落神秘的神光效果 原是新闻No 南投新意 超马报导 超马报导